这次我们卖苹果 我爸过来帮了一周的忙 今天要回家了 现在还是早上五点钟 外面天还是黑的 送他去火车站 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开车要一个小时 所以得早点起了 把东西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开车一个小时到附近的一个火车站 好了 那就走 走一趟就走了 在哪给爸装了 装了一点湿子的苹果 就在我们家客厅啊 就给他洗了两个苹果 然后带了两个甜湿子路上去 哦 你就说装这么一点 坐火车无聊了 这四个应该够了啊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这个 阳岭火车站 你先把爸带到 带去车站买取票啊 好 来会儿 我去给爸买个早点 好 天也刚刚亮 这次呢给我爸买个火车票 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在农村的 坐火车比较方便一点 有一个直达车 可以坐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镇上 爸 我把车票信息发给你了啊 对对 等下你上去都找座位把座位找好啊 对 给你买了个我铺 还是下铺 我时间畅快八个小时了 你知道上去了之后坐一坐 躺一躺 外卖手机看看风景 吃吃饭都到了 嗯 嗯 好 爸 买个个稀饭 买个肉酱默凉皮吧 好 车到了吗 没到还在后车呢 还没开始剪轿 要不坐着吃吧 还要上车吃 先放着 爸把东西拿好啊 现在给他拿好 好好好 好 开始检票了 爸送进去就行了 好 你们不紧急啊 你紧急就行了啊 你知道你的 知道你的座位吧 知道啊 我没事 好吗 慢 我没有 走 回到家里面来了 他给我再打箱子 对回到家里又继续开始包苹果了 这项的岳父也回去了 是我们家的大口也忙过去的 今天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打包了 就只有两三个人打包了 然后把苹果数了下 可能明天也就是剩了可能200件了 明天一发就发完了 今天岳父走的时候 二口给岳父 转了2000块钱 到现在了 这个红包岳父也没有收 然后转2000块钱 也是我们两个商量以后的 因为岳父这次过来 也帮我们 差不多一周的活很辛苦 但是说要给他给工资的话 他肯定是不要的 我就说之前是孝敬你的 他和平时买买烟买买买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啥的 然后他到现在也没有收 我估计他可能不收这个红包 然后我们就二口就想着等过两天 我们回小回家的时候 而不是带点苹果柿子红薯什么的时候啊 然后去点现金直接给他 这样他就没办法拒绝了 也可以 哎呀